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号称是台军军事重地的金门 最近却让一架民用无人机给羞辱了 日前,一架民用无人机飞到了所谓的金门守备区 还近距离拍下了正在执行的台军士兵 面对事实,台军却仍在嘴硬 坚称自己能够掌握动态 可以说是非常好笑了 台媒8月24日报道 日前,有大陆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无人机拍摄的照片 在照片中,负责守备金门的台军士兵从哨所里走了出来 呆若目击地抬头望天 看着这架正在拍摄的无人机 过了一会儿,仿佛是感觉不对劲 台军士兵开始捡石头朝着天上扔 试图砸下拍摄的无人机 由于拍摄距离很近 照片中就连台军哨所内的红色固定电话 士兵手持的相机以及哨所的A64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 显然,这么一架无人机如入无人之境般访问了金门 就是对台军极大的羞辱 表明台军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空体系如同纸壶一般 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 台军无奈之下,只得承认此事确实发生了 位置就在金门大单防区 但正所谓死鸭子嘴硬,台军方面一口咬定 这架无人机并没有近距离拍摄 而是在较远的距离用镜头的长焦端拍摄的 但从士兵们明显已经发现了这架无人机的细节来看 这架无人机显然已经非常接近哨所 其声响甚至能够引起士兵们的注意 另外,台军士兵还试图扔石头砸无人机 这显然表明其飞行高度非常低 此外,台军还坚称这架无人机是被警告驱离的 并宣称自己仍有效掌控周边区域动态 至于他们到底能不能,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此前,解放军的军用无人机曾多次访问了金门地区 以回敬蔡英文当局支持佩洛西访台的立场 但这一次的情况却有些不一样 首先,虽然台军称这架无人机属于解放军 但其本体仍是一架民用四旋翼小型无人机 在综合后期,有民众将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的情况来看 这架无人机有可能并不属于解放军 而是某位一般市民从厦门海岸起飞 一直飞到金门去观光的 毕竟事发的大丹岛距离厦门海岸也就区区4.4公里 而大疆等公司退出的消费级无人机 在空旷环境下的飞行距离都达到了10公里 要去空中观光可以说是非常轻松 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台军太菜 因为这种低空低速的小型飞行器 确实很容易被一般的态势感知传感器所忽略 有专家指出这种雷达反射面积不足0.01平米 在100米以下空域飞行的小型飞行器 面对一般的防空雷达时 很容易被当成地面杂波过滤掉 如果没有专门的反无人机设备 很难有效反制这些小型无人机 值得一提的是 俄军刚去叙利亚时就经常遭到反对派武装用小型无人机袭击 在吃了几次亏后 俄军才引入了电子对抗手段反制无人机 这才保证了自家飞机不会被莫名其妙地炸成一堆废铁 据悉 目前用于感知这些小型无人机的手段 主要有射频追踪、升学追踪、雷达和光学追踪四种 而打击手段则主要以射频干扰、GPS干扰、电磁脉冲破坏和激光打击等 但这一系列的设备各有缺点和应用场景 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多种设备配合使用 才能有效阻止无人机 可偏偏台军在金门又是出了名的抠门 自然不可能装备那大全套的反无人机设备 当然 这并不等于支持大家拿无人机去金门观光 但倘若他们连这些消费级无人机都拦不住 又怎么实现他们拦截歼20的幻想 日前 我军披露了某部下属特种部队 进行室内近距离作战演习的一小段视频 在视频中身穿新式星空迷彩的我军战士 在破开大门后迅速突入建筑内部 并持枪警械展开了搜索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军战士进行搜索的过程中 画面内出现了办公室储藏式的字样 并且全部是用繁体写旧 目前 我国台湾地区仍在广泛使用繁体字 因此 为什么解放军演习会出现繁体字 其背后的意义 只能说懂得都懂 之前 央视也曾曝光解放军某空降兵的 专业蓝军训练场所 因为是作为蓝军存在 所以蓝军办公室也是张贴繁体字的 甚至还有有效贺阻之类的字样 这也很符合对岸的腔调 那么 我军特种部队 此次室内作战模拟的 到底是什么环境 首先 从内部结构来看 这座建筑有着办公室和储藏室 显然意味着 这座建筑主要承担行政工作 同时 又处于一个对外界来说相对封闭 人员较多 且可能被围困的环境 因此 有着储藏室的存在 而在另一个画面中 我军战士在一处昏暗的室内 接敌并开枪还击 我们能通过有限的画面看出 这一房间有着聚餐用的圆桌和红色椅子 说明它还要承担礼兵接待的任务 因此综合来看 这次演习模拟的环境 有可能就是台湾地区的所谓总统官邸 这一画面引起了许多人的讨论 许多人都在猜想 这是否意味着 解放军有可能在未来收复台湾岛时 派遣特种部队斩首捉拿蔡老鹰 事实上 这一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还真不低 虽然我们平时总能看见 解放军的军舰在演习 但事实上 我军收复台湾地区 甚至无需动用大量的海军 依赖陆基的远程火力 空军的制空打击和投送能力 就能轻松将台军压制 而我军的士兵可以通过运20等运输机 进行大规模整舰制空降的方式进入台湾地区 在有必要时 我军特种部队也能通过直20的快速机动突击台北 阻断蔡英文当局 借水陆逃亡西方的后路 并将那些台独政客悉数捉达 有意思的是 这些年台军方面也有样学样 搞了所谓红军的角色 之前台陆军某个营就在进行空降突击时 被拍到毕章和凶章上 写上了简体字攻击军之类的字样 毫不意外 根据岛内媒体的解释 这个营是扮演解放军的角色 他们的任务就是主动进攻 而作为台军主力 当然只有龟缩防守的份 然而 台军的战斗力压根没法和解放军相比 要不然 台军也不会被嘲讽为草莓兵了 所以 台军的训练效果 显然也不能和解放军相提并论 岛内最近还在抱怨 主力缺失2.5万人 为了避免蓄意逃避兵役 台军方面甚至还在修改征兵规则 准备让胖子等群体也服兵役 然而 岛内年轻人根本就不想打仗 台军的战斗力明显一日不如一日 有学者指出 在解放军空中力量 拥有决定性优势的情况下 一旦解放军开始行动 美军不太可能出手援助 即使要援助 也只能像当年救出麦克阿瑟那样 不得不派遣潜艇等水下载具前来接应 但是 如果美国真敢这样做 那就是等同于直接向中方宣战 相信这是以投机主义为主导的 美政界所不会选择的 因此 也许蔡英文现在还能安睡 但终有一天 她必将吞下自己种出的苦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